我是欢迎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北京时间星期六 美国总统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应对中国成了该声明的主基调 声明大谈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并将之称为新时代的全球伙伴关系 意思是要扩大美日同盟的全球意义 声明强调共同抵御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 突出了印太局势 指责中国在这一地区开展了所谓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 这份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还自1969年以来首次提及台海问题 声明赞美美日两国虽远隔重洋 但对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承诺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国际法多边主义 以及自由公平的经济秩序将两国团结在了一起 这种近乎煽情的描述要我说虚伪至极 美国和日本其实就是二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前者主导后者的关系 在外交上有强烈的主徒性质 这份联合声明强化了美国极端对华政策对日本外交的主导权 日本则积极并且小心的加以逢迎 日本成为了亚洲跟从美国恶华政策最紧的国家 这有两大原因 一是上文提到的 美国至今保持着对日本的军事占领 日本外交只能算是半主权水平 二是日本也很想遏制中国 对中国强大的发展动能羡慕嫉妒恨 这才是美日在对华问题上的最大共同价值 前面说的那些都是瞎扯 老我想说美日同盟有可能演变成给亚太和平带来致命破坏的轴心 就像当年的德意日轴心一样 这要看接下来怎么发展 美国的核心意图就是要维护霸权 以反国际法和反规则的方式阻恶中国发展 美国的意义孤行有可能最终断送亚太和平 而日本在逐渐将自己变成美国这一邪恶政策的首要亚洲帮凶 大家知道日本前几年一度与中国相向而行 让中日关系走上了逐渐恢复的正轨 他现在突然又改变路线 加入美国的恶化战略 断送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 这既是美国压的 也是日本战略自私膨胀所致 他日本太短视了 当年与德义抱团如今与美国的激进路线合唱 他并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而是又一次主动制造并深陷对抗的漩涡 最后老胡要奉劝日本一句 离台湾问题远一点 别的可以是耍耍外交手腕 玩点纵横百合 但他如果卷入台湾问题 终将营火烧身 他卷入的程度有多深 他会付出的代价就将多大